而随着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来看到台中市的部分 八大医院亲子得来宿也上路了 第一天就有不少家长是陪着孩子来排队 等待PCR检测 透过独立动线裁检 问诊到领药 而秩序如何呢 来看现场的情况 亲子得来宿上路第一天 急诊室外搭起了户外筛检站 一早长长人龙已经排到人行道 不少爸妈陪同孩子排队等坐PCR检测 而队伍中还有爸妈抱着小小孩 疫情下不敢马虎 为了消化等待筛检的人潮 出动医护人员在队伍中激动进行钳制作业 让流程能够更顺畅一些 而至于亲子检测后 筛检结果什么时候出炉 不让爸妈和孩子为了筛检 得先后在急诊室外分流排队 台中市祭出亲子得来宿 八家医院包含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台中荣总台中医院大理仁爱同纵合 光田杀戮和大甲院区同步启动 总算一解亲子族群的筛检困境 从PCR筛检取得检体到问诊领药独立动线 服务居家快筛阳性的大人和小孩不用分开排队 现场还有儿科和感染科医师共同问诊 疫情下防疫政策滚动调整 台中市11家大型综合医院和130家儿童专科诊所 投入儿童得来宿 如今八家医院升级亲子得来宿 针对不同需求不同族群 只盼在越来越多人确诊的这个当下 能更快速判定是否确诊